新北市卫生局推动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 全市一共有658家业者通过 而其中沃来区就有10家业者获得了优级标章 希望透过餐饮卫生分级 让游客来沃来游玩时都能够安心享用在地的美食 竹筒饭、黑猪肉香肠是沃来老街商圈著名的美食 为了替消费者把关 新北市卫生局委托中华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发展协会 在今年专案进行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 副局长李美纳表示 在平和中针对人员、环境、设备以及品管四大面向进行查核 针对人的卫生、环境、卫生、设置设备以及品管等四大面向 然后针对早餐店的 还有素食业者、还有美食街 还等于一般餐厅来进行一个平和 那总共有月板15家获得优级 43家获得2级 除了全市平和外 为了强化旅游景点餐饮卫生 自主管理的努力 乌来温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洪阳宝满指出 疫情让乌来商圈生意大受影响 希望借由这次的平和能够让游客更加放心带动商机 很感谢有这种活动让我们乌来再活起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乌来有一段时间真的 真的店家很伤 所以说这次又有这种机会让我们来表现 有此的那个餐饮店家 新北市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在外用餐或前往旅游景点 游玩饮食 优先选择通过餐饮分级、优级及良级的业者 才能够安心外食快乐游新北 记者养帮友 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